今天要做的實習是二基體的單向放波整流器電路 這個我們在課堂證客已經介紹過了 今天要來介紹實作的部分 我現在把電路圖畫在這一邊 我們今天做了這個實習要寫實習報告 每位同學自己各寫一份 我們在這裡這個是我們的輸入的交流店 我們這裡經過了保險資 這一個是我們的二基體 整流二基體 因為我們只使用了一個 所以這個二基體 它只能允許我們在偵辦桌導通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電路 單向放波的整流器電路 我們做了實習 先利用純電阻來做 等一下我們要先經過這一個理論的推導 公式的推導 你們在做實習之前再把這個實際的數據 也就是說我們速進去 110幅度的電壓帶進來這個公式 按計算看是多少 等一下你就直接呢 照著這樣子下去做 然後再用我們的這個 浮特劑 下去測量我們負載官的電壓 跟我們呢 理論的互相呢 與對 看有沒有呢 混合啊 好 那我們呢 首先看到這一邊啊 我們的這一個 輸入的電壓 就是一個 正選波 這個正選波呢 經過了這一個二基體 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就從呢 這一邊先來探討 這個在站倒的時候呢 先從正半周 也就是說呢 零到拍 我們的這一個 Om1 從零到拍 這裡呢 是我們的正半周啊 輸入電壓正半周 輸入電壓正半周呢 代表這裡的電位呢 高於這一邊的